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红厨香谱香传》中记载有 《露目以为之,以泛香尘为传闻》 然于隐席或佛向前,往往有至二三尺净者 香传成为古代生活的一部分 在很多文人的诗句中都曾提到过 那么什么是香传呢? 为了便于香粉燃点 将香粉末用母字压印成特定的图案或文字 然后点燃,循序燃尽 这种方式称之为香转 印香转的母字称为香拓 是专门用来固定燃点香粉的模具 古时多以木头制成 现在使用的香拓 多为铜、合金等金属制作 香转又称百克香 它将一昼夜划分为一百个刻度 最初是用在寺院里 诵金即使用的 在秦代多为转体文字样 唐代的香转就已经很流行了 由于取用的香是成松散的粉状 点燃之前用模具压成图形 移动模具时容易碰坏图形 使用时并不十分方便 因此,宋代就出现了 专门为人共乡印盘的服务业 他们包下固定的铺席人家 每天去压印香转 按月收取香钱 这在宋人的笔记 《孟良录》卷十三 诸色杂货中 记载得很清楚 且如共乡印盘者 各管定扑袭人家 每日印香而去 愉悦知情香钱而已 原代著名的天文学家 郭守敬就曾制出过精巧的屏风香漏 通过燃烧时间的长短 来对应相应的刻度以计时 香转不仅可以计时 还被用作是空气清新计 和夏秋计的曲纹计 在民间流传很广 香转有各种图案 如福字、寿字、兰花、祥云图案等 图案和寓意不同 但都代表美好的祝福和祈愿 香转的发明是中国古人的创举和智慧 也反映了中国人的聪明巧智 与审美情趣 寄予了对生活的美好期待